有没有人偷偷溜走的呀? 看到上了快受不了了,有没有人溜走的? 没有啊?真是乖惊咯。太好了,太好了。 了不起,求道的精神就是要这样子。 我跟你说,公斤的人没到以上,一个就不能走。 讲究的人没有倒下来,一个都不能跑。 来看看1553,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嫩眼睛讲义彻底的结束。 我们从2007年到今天2012年,五年的时间,中间休息了两年。 好,看1553倒数第三行,阿难前第三问,如是无从义和为戒。 佛经一第二抄打言,如现今一致阴界的浅身者。 此一刻之吻,毕业诸家的处注释,为焦光法师研究有得于先,详识边际之浅身。 抄千古而毒罪,抄千古而毒罪,故随医之。 现在的五音就是戒的开合。 开合什么意思? 讲得比较多一点,要开。 或者收回来,就少讲。 所以有时候讲五音,有时候讲六入,有时候讲十二处,有时候讲十八戒,有时候讲万法。 都是因为面对的根气不一样,所以开合不一样。 经五音即戒之开合,故名音戒,但是音之别名而已。 浅身就是边际的浅身,利五音而各有。 如摄音中,有相为摄,无相为空。 若离诸摄像,而其心于空境,却执着于一个空境。 那主家,就是禅宗。 主家就是禅宗。禅宗说,即位之一摄边,就是落陆的摄法这个边。 所以主家就是指禅宗。禅宗说,如果子离摄像, 又心执着一个空境,那么就变成了落陆一边。 接下来,唯识为空显摄。 空是一显差别的摄法。 空,因为它是无形象的。空一,就是空,这是无相。 而摄法显差别的摄法。 摄之禅摄,禅摄就是除的意思。 但一个人除禅的摄,怎么样?而不禅空,却没有除气。 对空虚空的执着。简单讲,你知道,摄不可得。 同时,如果没有把虚空也放下,而不禅空。 皆未出乎摄因边际,而一切空人皆非究竟。 空人就是说,我有忍辱,像虚空一样的无相。 可是连这个都不可以存在。 叫做空人,皆非究竟。 要达到一切都是本性,完全没有能说。 摄因中,取造一处。 执着的东西叫做处。 验射的心叫做离。 验射心的验射它,叫做离。 断诸取着。 断诸取着就是,我已经把所有的执着, 通通断出了,叫做能舍的意思了。 但是呢,却没有忘记, 那个舍也要放下。 却不忘了,验舍。 这个验就是去。 却没有忘记,连那个舍字也要放弃。 舍也要放弃。 这个就是舍也。 受阴,落入受阴的范围里面。 是有注射受之中。 再解释一下。 取着叫做处。 验舍叫做离。 断诸取着,心能够断出种种的执着。 就是能舍的意思,却忘记了那个舍的观念。 也要放下。 而不忘记,去放弃那个舍的观念。 我已经舍弃一切执着了。 这个舍弃,观念同时要放下。 是有注射受之中。 故佛已罹犯之后, 复教离,离制。 也在教导人们, 包括这个离制,还要离。 复教离于此离制。 这个意思就是离离。 复教人也要离弃于这个离制。 第二个就是观念。 复教人也要放下这个离的观念。 就是这个意思。 是指禁处,而不禁离。 你只知道说,把这个处全部都起着, 通通能舍,叫做禁处。 但是那个舍却还没放下。 我舍离了,那个舍。 观念就是这样。 等于说,我不舍了。 你看,我不太坚贪了。 你那个不舍的心也要放下。 而不禁离。 时之禁处不禁离。 也未出乎受因编辑。 而一切被舍皆非究竟。 被舍就是弃舍了。 而一切弃舍, 意思就是还舍得不够究竟了。 就是一切弃舍, 还舍得不够究竟。 绝非究竟了。 响应当中,有念,叫做记忆。 这个叫做记忆。 无念,常常忘记。 除了诸念,而不忘无念。 就是说,我已经除了种种的忘念了, 却放不下这个无念。 你看,我没有念头了。 你看,我没有念头。 我没有妄想。 这个没有妄想的就是妄想。 我已经没有,人家讲说, 我已经没有妄想了。 是不是啊? 所以说,如果你有爱恨, 但是我早就忘了他了。 所以有念就是记吗? 所以你有没有记恨他? 有没有爱念他呢? 我没有,我早就忘他了。 注意! 除诸念,而不忘无念。 使人注意经念之中, 在我才不会恨他呢? 你还记得这个无恨, 仍然是念。 所以连那个无念都要放下。 记得,保持无缘的真如。 最高境界就是, 一句都不用讲。 一句都不用讲。 故佛言, 有念,无念,同归迷闷。 为什么呢? 有念是妄想, 无念是妄想, 都不是真如。 所以邪佛的困难就在, 困难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这些无念也是妄想呢? 因为他还没有破这个我法二指, 没有破这个究竟的根本无明。 这一句,如果翻过大悟的人来讲的话, 就不一样了。 有念是智慧, 无念是真如。 那就不一样哦。 迷, 圣能跟凡夫, 就在一个迷跟悟。 迷了, 有念不对, 无念也不对。 开悟以后, 有念对, 无念还是对。 诸位, 现在讲迷。 迷了的时候, 有念是妄念。 无念还是妄念。 只是没有念的妄念。 开悟不一样。 大悟见性以后, 有念是般若智慧的念。 无念是念念多是真如。 有念一体起用。 无念色用归体。 不一样哦。 所以, 千万不可以死在文字里面。 这个完全是境界的功夫。 这个是讲到这个师父的题外法。 所有的法, 但看有误还是没有误。 并不是看在文字里面。 那么如果说你在文字里面, 不回归到究竟的实证的功夫, 那么所有的文字都是死的。 你会锁死在某一个角度。 像现在有念跟无念, 你就一定会锁死这个角度。 那我现在告诉你, 不可以锁在文字, 死在文字里面。 是看心境的问题。 开悟的人有念跟无念, 跟不开悟的人有念跟无念, 两码事情。 知道吗? 哦好。 通归迷门, 主言莫为无心辨识道, 无心有个一重关。 这个意思就是, 没有开悟的人讲无心, 无心就是一重关。 如果开悟的人, 讲无心, 无心就是真如。 禁忌就是除了意思了。 事故除去这个忌的一部分, 而不知道要除去这个忘, 禁就是除。 用除比较明显, 更能显他的意思。 是指除去忌, 却不知道要除去这个忘, 也没有出乎想音的边际, 而一切无想皆非究竟。 就是无想, 也不究竟。 行音中, 以弥畏, 善行出行为身相。 因为身处易灭嘛。 啊, 身处易灭嘛。 而二简用像瀑布流来来比喻, 以修位, 定心细行为灭相。 那, 如此见就像野马, 我们前面讲过的海事渗流啊, 是这个阳焰啊, 热气啊, 阳焰啊, 反射出来的海事渗流。 那么这个野马呢, 就是一种沉间的雾气, 事由若无啊, 贴在地面, 又好像浮起来, 阳光一照似, 又反射, 装置啊, 把这个比喻作野马。 这跟海事渗流的意思是一样啊, 啊, 然此细行, 是灭非灭, 仍是轻饶, 戏迁如定中人, 不免着长发生, 啊, 着生发长, 主以言之, 是至近身相。 补一个字, 身就是身相。 是指出其身相, 而不出其灭相。 是已经把身相放下, 啊, 且没有把这个灭相放下了。 主委, 啊, 这个就是, 没有办法出乎行音的边际。 啊, 啊, 一切灭定, 皆非究竟。 如果呢, 有人讲, 说你放下了吗? 哎, 如果没有开悟的时候, 我放下了, 哎, 你那个放下, 还是没放下, 你会找一个, 我放下了。 哎呀, 开悟的人, 啊, 讲我没有放下, 是因为有众生要度。 啊, 讲我放下, 其实只是一个名词, 所以重点, 还是正量的问题。 夫教, 它是内政的功夫, 所以不在义言, 不在文字。 诸位, 大悟的人讲, 啊, 我不放下, 因为我不舍众生, 他早就放下了。 啊, 舍不得众生啊, 其实他通通放下了。 所以, 借着假象的名词啊, 来讲有, 讲无啊, 他讲舍不舍, 其实这个跟开悟都没关系。 啊, 但是没有开悟的人, 他就会死在名项里面。 就会死在名项里面。 诗音中, 以有路为战路啊, 盖闽行流。 闽就是灭啊, 盖灭这个行音啊, 而流就是生灭啊, 这闽行流, 就是灭掉行音生灭之流, 而灭归四海。 经典就是说, 信入原尘, 一言, 一尘延细如波兰灭, 化为沉水事业, 以无路而合战。 无路就是无所路啊, 所以战路是有所路, 合战就是无所路。 精云内外战民入无所路者, 盖何字有不动的意思, 是流疾不见其流, 然此何战境界。 分济, 非浅, 注意, 分济, 就是所证的果位, 非, 补上几句, 非浅, 非浅位菩萨。 分济, 非浅这个, 绝对看不懂。 没有一个人, 他到底在讲些什么。 分济, 非浅, 就是所证的果位, 叫做分济。 非浅, 不是潜位菩萨能够达到的。 就是, 听经文法就是有这个好处。 你不要在那边, 哎呀这个, 用差子, 这到底甚至分济, 非浅, 不然这些, 有的看不懂。 对不对? 所以分济, 就是所证的果位, 非浅位菩萨, 所能达到, 良以死因战路, 特表行因, 方消, 四海出路。 这已经达到最危险的第八意思了, 暗位已经到到七性位了, 其一世果, 世果就是小圣讲的, 世果阿罗汉了, 小圣世果阿罗汉, 就等同圆教的七性位菩萨。 而圆通正在, 闻, 所闻, 禁, 忠言, 何战, 更明四海九亭, 战明, 禁吉, 随时战路有所加, 居然仍在世境, 免, 贤不免以醉细的世相, 生住一面。 等等, 所迁, 世相就是生住一面, 甚至近战路, 而不近何战, 你只除掉, 阿, 上面的路, 没有连那个, 放下的, 不入, 那么就, 终未出乎世音编辑, 所谓清光照延, 游世弥迦, 什么叫清光照延, 前面一道光来, 哎, 你一样是, 看不清, 看不清楚对面啊, 还是看不清楚啊, 就是清光照延啊, 游世弥迦, 意思就是, 尚未找到, 如来葬姓的意思啊, 而一切, 所以明白法身啊, 一位究竟啊, 问, 世音编的时候, 毕竟是何谓呢? 答, 入出出, 简单讲就是, 破无名, 见法身, 就是世音编, 正言通言, 所以入出出位, 集成无上的佛道, 出出, 就是等同圆解, 究竟解, 出发心, 就是究竟解, 简单讲, 所以说, 明心见性的人, 明本心见性的人, 出发心, 就是不生不灭, 道成佛, 还是不生不灭, 所以入出出, 就正言通, 这个当然是指原教的, 破无名, 见法身的菩萨, 经营, 非如六根, 互用开河, 此之妄想, 无事得灭, 此其明尊啊, 也叫成佛的功夫, 才有办法了, 问, 此之世音, 即为第八, 就是夜市, 而别经论, 皆为, 无名身相, 等级后, 后心呢, 方禁啊, 其他的经典啊, 都是这样讲啊, 现在就出出, 就破一名, 见法身, 就破, 无名的身相无名了, 诸位啊, 这个身相无名, 在原教里面分四十二位, 四十二位, 信, 就是住, 行, 像, 地, 等级妙节, 四十二品无名, 原教分, 啊, 无名分, 四十二品无名, 所以出发心, 就成等政节, 通通在破, 无名的身相, 啊, 一般的经论说, 无名身相, 太轨迹太难破了, 等级后心, 方禁啊, 现在啊, 才出出位而已啊, 就破了, 呃, 后卫一和住持咧, 那后面怎么办呢, 后面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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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的, 讲得通咧, 答, 彼是见教所谈啊, 出诸等级啊, 善格天焉啊, 起句说句呢, 句就是突然, 啊, 哪里是突然, 可以破除的, 禁就是破除的咧, 这里不一样啊, 朗年经是严顿之教, 所以在座诸位就恭喜大家了, 你这辈子已经怎么样, 欣识了严顿的大教, 你生生世世, 都是严顿的大教, 不是严顿大大的睡觉, 不是这个意思, 你今生生世世, 受到这个严顿的大教, 生生世世的根气都非常的利了, 经文从附庸当中, 顿朝诸位了, 人留金刚甘会, 非等节后行而合了。 所以这个甘会用两次, 因此圣意中, 真圣意性, 就是在一切的大圣当中的经典, 论言经是真圣义性。 是精忠之网。 精忠之网, 大不识意, 不应以见教而乃言教, 然以此宗教, 因皆知千生, 若但知色为色, 而不知空也是色法, 知色界之前沿, 知道空跟色都是色法, 那么就是知道色界之深, 这个色跟空, 这个空就是虚空, 知道虚空跟色法都属于色法的范围, 那么就是你对色界的边际就很清楚了, 认识的就比较深, 若是乃至大案之战入为世, 而不知何战, 还是在世的范围, 知, 那么就了悟了第八世之前者, 知世界之前者, 如果是知道战入何瞻, 还是维系的, 最极维系的第八意识, 了悟了世之深, 所以如果说你不知道何瞻也是世, 那么就是知道世界的浅, 如果是知道战入何瞻, 统统是第八意识, 最极维系的范围, 那么你就了悟了第八意识的最深的地方, 甚至发挥五重妄想, 可谓极尽, 其境皆宜, 翻过来, 1556, 持五音言, 重叠生起, 生因似有, 灭从色除, 生起是从维系, 灭除要从最初的, 这很简单, 生因似有就是维系, 灭从色除, 就是最初的咯。 在阿难前面第二问这么说了, 以有持五音, 为病, 消除为赤地尽, 所以如来再持第三, 而最达之, 持五音生灭赤地呀, 就是六根解结赤地呀, 所以先名五音, 生起灭除, 二重赤地。 所以这个五音是从维系向出, 一重叠, 一重赤地生起, 旋子从维系向出, 因弥藏性以为似性, 故业身因似有, 由似而行, 行而想, 想而受, 由受而色。 就像人们穿衣啊, 壁纸, 内衣向外啊, 一件一件穿, 内衣穿完了第二件, 第三件, 最后穿外套, 要见找。 那么面的话, 就是脱衣服啦, 从粗的外套先脱, 向细啦, 细从事因先脱, 则受向行事, 次第见脱, 就像人脱衣啊, 壁纸外向内, 而见脱, 理之顿悟, 参悟并消, 是非顿除, 因次第进。 注意一下, 理之顿悟, 按照圆通理来讲, 你是可以顿悟的。 所以说, 只要开悟的人, 即行就是佛。 禅宗讲的就是这样, 但问题来了, 你还有习气的, 对不对啊, 所以理之顿悟, 成悟并消, 后面补, 三个禅的后面, 成此心开, 成此心开悟, 并消, 同时的意思, 并消就是顿效, 理之顿悟, 成此开悟的心, 一切顿效, 讲得通在理来讲, 可是呢, 是非顿除, 就事实上来讲, 为什么是非顿除? 无量, 劫来的种子跟习气, 它太难了, 太难了, 所以修行人呢, 偶尔也会想要, 一些少许的, 一些欲望啊, 修行人还不到家的时候, 也稍稍看电影啊, 搞一搞, 看看有什么泡泡茶啊, 寄一寄啊, 聊一聊啊, 聊三聊四啊, 这个还没有到服务的境界, 它就还是会有一些习气, 虽然不算坏事还是习气, 所以是非顿除, 因此地尽啊, 你就必须按部就班来, 所以在这里, 主委啊, 师父, 一定要强调一句话, 修行, 是点滴的功夫, 造假不了的, 你今天, 主委, 不是你跪在佛前, 念阿弥陀佛, 送一部经典, 叫做修行, 在座主委, 你今天来做的听经文法, 就是修行, 为什么? 在佛前, 你可以离开这个心吗? 今天来听经文法, 能够离开你这个真如心吗? 不能离开, 所以很多人都妄想, 都弄搞错了, 我不听经, 我不文法, 我只跪在佛前念佛, 可是教义教理不通, 讲起来开口也人像, 一讲起来很好笑, 佛法根本不懂, 对不对? 佛弟子啊, 是理性的宗教, 是科学的宗教, 是客观的宗教, 是说得通的宗教, 中通还要说通啊, 不要这雅阳生, 一问三不知, 你一问佛法, 我只知道你阿弥陀佛什么都不知道, 佛法不能让你这样子的, 佛教你要广邪多无能增长智慧啊, 对不对? 接下来是单程灭除次第啊, 而人间食物则无次第, 物道就没有次第, 但是事项习习必须慢慢来, 而中西次第, 所以在座之外, 十方一切佛, 都是苦恨修行而来, 吃尽, 千辛万苦修行而来, 绝对没有天生的弥陀, 绝对没有自然的释迦, 一定要吃尽苦头, 记得修学佛道, 辛苦, 辛苦, 而且要掉很多的眼泪, 受尽种种的委屈, 但你一样能够如如不动, 修行就成就, 这盖持五音, 以理推积, 如前面所说的, 五音本音, 同时妄想, 即为妄想, 妄性本空, 一念顿悟, 成子新开, 这五重妄想, 如红炉点血, 红炉就是点了很红的炉子, 就是热, 热炉了, 火很肾的叫做红炉了, 飘了一点点血下去, 怎么样, 当然就一下就融化了, 一病消除了, 有何浅身彻底之可得也, 怎麽来举这个例子, 说夜暗清雾, 雾就是没有枝的这个树, 意思就是只有主干, 而没有旁枝的这个树, 只有一枝树干, 叫做雾, 晚上看到那根树干, 没有树枝的树干, 以为那个是鬼哦, 就奔跑跑跑跑, 奔持放野, 假设说, 他已经跑了十公里了, 跑了十公里, 碰到一个人跟他讲, 一被他人说破, 哎呀, 你看到, 是不是你看到十公里前的那个, 是, 是那棵树, 你能闻那是鬼, 对对对啊, 看起来, 两手张开来啊, 对对, 哎呀, 那个是树木啦, 不是鬼啦, 一被他人说破了, 鬼想全消啦, 在这主委, 鬼想全消, 他要回到那棵树, 已经跑了十公里, 有没有办法立刻回来, 妄想力可以立刻强消, 可是已经跑了十公里, 要慢慢走回来啊, 哎呀, 这个比一比的真的是好, 哎呀, 所以顿路, 妄想可以全消, 可是问题呢, 你还要走到原点啊, 你还要回来啊, 所以你, 你跑了十公里啊, 你还从那边慢慢走回十公里啊, 你才碰到那棵树啊, 底下就若救世相而论, 是为修端之事啊, 色行如法, 非能顿足, 务必自前而生, 因物因之次第啊, 而见除以见, 正麦这么说, 鬼想遂以前消, 而此土岂能拒予, 即反, 对不对啊, 没有办法立刻, 即反就立刻就, 就返回来了, 要是立反前途啊, 方归就出啊, 要慢慢地走啊, 所以诸位修行啊, 你讲这个道理啊, 可以顿悟本心啊, 修行一定要慢慢来, 佛教的活动啊, 慢慢来, 八观哉戒要参加啊, 受误戒的参加啊, 愣眼睛的参加, 共修普和的参加, 诅念要去参加, 这个四项的磨念啊, 是不是啊, 人家, 无路你, 这个就是修行, 人家赞叹你, 这个也是修行, 人家赞叹你, 入入不动, 人家毁谤你, 你也入入不动, 这个就是功夫在下, 在加深啊, 功夫在加深啊, 总是顿悟啊, 见修之意而已, 我以色如解剖经节, 何所不明, 再次询问呢, 这个就呵斥阿难了, 所以我在前面呢, 已经告诉你了, 解剖经节, 第一个打一节, 第二个打二节, 第三个, 总共打了六节, 能不能一下子把六节全部解开, 不行的, 要从第六节解开, 对不对, 第五节, 第四, 第三, 第二, 第一, 我在前面呢, 都已经告诉你了, 意思就是, 本来就早就应该理解了, 接下来, 何所不明, 为何你阿难还不明白, 再次询问, 还在这里, 又再问一次, 有一点责备的意思了, 我已经啊, 开示你前面了, 接不如今了, 第一次打一节, 打了六次就六节, 解开从第六节, 大节是从第一节, 解开是从第六节, 这本来就应该早就已经理解了, 为何你现在还不明了, 再次还询问呢, 此乃次问, 就是有点呵斥的, 其第五节, 晚今已是轮次之文言, 六节不通, 一经所造, 另其杂乱, 众不得臣, 是解解开, 一定有轮次, 过瘾, 我已是入节, 不罗间节, 前面阿难, 也说, 是节本以次第晚生, 晚就是大节, 今日当时次第二节, 一笔记之, 与此即应理会, 所以责备就说, 何所不明, 在此询问, 为何你还不明白, 在此询问呢, 佛还是很有耐性的, 还有耐性的, 就碰到没有耐性的法事, 你自己掺, 难,我不知道, 这个就听起了, 所以佛还是很有耐性, 此处破阴之文, 以解六节而入言通彼之, 破阴而登出著, 法术啊, 阴是五, 六是节, 注意, 记得, 阴无六节, 阴无节是六, 就是这个意思, 法术, 五六, 称之, 阴是五, 节是六, 就是要补上去, 法术五六, 五六就三十啊, 我不知道跟你说, 任言经这个博士来都看不懂, 这就是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完全是佛学里面的, 一个素养, 它是属于专业的东西, 这个不是中文系来有办法的, 除非是老参老修行, 所以法术因无节六, 来配合, 称之就是来配合, 如何来配合呢, 答, 出于文中, 入流王首, 就解, 冻结, 所入积极, 动静恶现, 恶相了然不生, 就解这个静结, 那么出解这个动静恶结, 就破摄音, 如是见真的文所文静, 解这个根结, 破摄音, 前面我们都讲过了, 亲吻不住, 解所, 解空, 解结, 解解, 这三人有没有讲音, 解开, 解这个觉悟, 能解所解的结, 解解解, 不知道在说什么呢, 有一天, 有人说, 说我拥搁, 来拥搁, 为拥搁, 让拥搁, 出 impul静池, 我拥搁就是我在街头聊, 不要拥搁啊, 卦ик, 没拥搁, 我的拥搁, 改拥搁, 卦游家卦制, 你的腹勺没拥搁, 如果服务没拥搁, 就说, 我拥搁, 我拥搁, 他就都含淹你, 所以, ixe medal, Ay необходимо, 你怎么讲音都一样啊 是不是 要有一点分别 接下去 所以解开这个解 能解所解的解破响音 空解即音 空所空灭 解空解破行音 圣灭即灭即灭现前 解灭解破诗音 若是阶阶破阴若何府劫 宝镜书这么说了 若是顿雾建出之意乎 若如大风 蒙风顿时一样是顿雾 但是这个波浪啊 是渐渐 虽然没有风 无名的风 战 无名的没有风 诸位停 风一停 诸位浪有没有办法一下就停 没有办法 波浪就渐渐停 是建出啊 就像婴儿住根顿身 他是不是人 是人 可是没什么力道 所以顿雾还是没什么力道 要试修 所以这个小baby啊 你要给他奶吃啊 慢慢力量 才会渐备啊 是建出 所以在这儿住不是顿雾就好了 还要试修呢 如太阳 顿初 是顿雾 这个双露啊 渐渐的消 是建出 就像春天的笋 春笋 顿长 就跟母亲一模一样了 是顿雾 可是这个枝跟叶啊 要分敷 慢慢的节节 而上 慢慢变成一根竹子 这个是建出 若但顿雾而不建出 则有解无形 自理 迷失 若但建出 而不顿雾 这有形无解啊 自私 迷离 尽非正修 真三目的也 1558中间经文 如因将此妄想根源 新的开通 传世将来 末法之中 主修行者 令是虚妄 深厌至深 只有涅槃 不练三界 讲得好 诸位 如将 如因将此 五因的妄想的根源 摄因是坚固妄想 受因是虚名妄想 响因是浓通妄想 行因是幽影妄想 摄因是维系的精想 这个要背起来 这个五种妄想的根源 能够破除新的开通 你一定要把这个法门 传世将来 所以今天的师父就是 并如来意 传承正法 传世将来 末法之中 告诉诸位 这个末法呀 没有任言经 作为指标跟标准 来衡量大乱 不只是台湾 中国大陆也是一样 你到马来西亚看 或者是新加坡看 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个人讲个人的法 个人修个人的法 通通一样 只要学习用中文 来讲经说法的 就是这样子 七丈讲了自己一套 喇嘛讲了自己一套 也是佛法呀 是不是禅宗讲了 禅禁利密呀 八大宗派 个人讲 讲个人的 所以这个末法呀 如果能够推广嫩言 那么就有一道 一支标准的词 一面清净的镜子 来照射 谁讲的才是真正的究竟正法 那么就依那个人 所讲的 嫩言经 就是佛讲的了 师父也 也把它贯穿起来而已呀 那么我们也感恩 言音上人 言音法师 写了这一本 任言经 传世将来 幕法之中 诸修行者 另是虚妄 简单讲 舍受想行 是通通是虚妄 通通是一颗虚妄的心 深艳至神 为什么 这虚妄的东西 就是不实在的 所以在这 诸位 再讲一句 特别重要的话 这个世界 没有真实的快乐 如如不动 蹲到一颗真心 才是涅槃 注意 看底下这八个字 只有真心 泥槃妙性 后面这个 就是不练三界 一点对这个三界 色界 一界色界 无色界 一点都不留恋 诸位 一个人可以把这个三界 你不留恋全部看破 用这种心的念 南无阿弥陀佛 哪一个不往生啊 所以有一个人 居士问我说 师傅 我能不能往生 我选择那看你自己啊 你能不能看破 这个无印身啊 你能够照见无印皆空 连这个色身就知道无我 都懂得放得下 这个色身是最难放下的 你都懂得放得下 你怎么不会往生极乐世界 啊 只有涅槃不练三界 人生难得经已得 佛法难闻经已闻 让佛法注释 普利友情 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 希望大家发心 成为法的传递者 和墨种者 将手中的法宝 一化为实 实化为百 让千千万万的众生 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 高雄文书讲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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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